大家好 歡迎收看行走TIT 一起走進原住民部落 我是格勒根 位在臺東縣海岸公路的小馬部落 是成功鎮最南邊的阿美族部落 據文獻記載清光緒十年 一部分原先居住在大馬武庫社的阿美族人 前移下來成立新聚落 成立後的部落又稱之為小馬武庫 日治時期日本人稱該地為比武戶 意思是苗圃 因為日本人在當地種植了大量的木馬黃苗 而當地族人也繼續沿用比武戶的別稱 民國之後才更名為現在的小馬 今天讓我們帶你一起前進小馬部落 小馬的位置是在我們成功鎮 心裡最南端的一個部落 可以是說背山面海 小馬的人口是232夫 535個人 可是這個人口不一定是完全準確 有些是已經到各縣市近陌生了 但是現在年輕人都外出到各縣市 所以現在年輕人都很少在我們小馬部落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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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老人家 小馬坦 我都帶了大鹿 老人家 老人家 和育養 從那些山蚊 懲罰 老人家 那些山蚊 老人家 ат孩兒们 weekly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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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吃 吃喝茶 有酒 我 老伴在家里 和你吃茶 你因为是 tule我的老伴 都在坐茶 喝茶 喝茶 吃喝茶 Очень有能吃 我们认为明天在和平成的地方 我们认为海洛材的那些地团 花样 家问你 那我乱看到 哪里面 哪里面 我过长浪 我 过长浪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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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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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搬家都有典故 日本人就覺得說 在那邊的時候有好處 但是也有缺點 日本人就講說那座山太高了 會奔土石榴 會土石榴 你們趕快要下山 因為這樣早上 因為從那邊到這邊地的時候 可能要花一個小時走路 還要牽牛還要拿那個什麼 農具什麼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要叫我們下來 靠近自己的田這樣 是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了 五十八年完成的嘛 五十八年完成 對 民國五十八年完成 就是一九六九 一九六九 一九六九 你講的 嗯 你設計的那個畫路 漂亮嗎 復修室 有回音還有那個採光 七十八年 全國的那個建築工會的那個 就是比較厲害的一些 去台灣這樣看的時候 他就並名為經典建築 這個教堂 白人會那個書 為什麼選到我們 知道嗎 對 白人會那個時候 日本跟大陸打的時候 滿洲國成立了嘛 可是 日本書的時候 大陸那個共產黨就 無神怒嘛 他們就虐待那些什麼 要趕他們 他們就不想回去 後來就一直在那邊 有的被勞改 做什麼都有 後來都沒有辦法了 有人就 給他弄到日本去 他說日本我們不太喜歡 他們專門會專門找那個 比較窮 比較偏僻的地方 在馬五窟溪出海口的小馬部落 緊鄰著海岸山脈 一棒著太平洋 有著豐富的自然生態 隨著時代變遷 傳統農國的小馬部落 跟娛樂的生活型態已不復過往 經濟結構的更迭 影響著部落的發展 而小馬部落又是如何 看待這樣的衝擊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小馬在海岸公路的南來北往之間 一個稍不留神就會錯過的部落 其實蘊藏著許多的自然美景 與文化底蘊 鄰近的都立部落 以及過去被稱為大馬五窟的東河 都因為有了觀光資源的挹注 而蓬勃發展 而小馬部落的下一步在哪裡 部落居民對於發展觀光的認知 與態度又是如何 請看我們接下來的報導 我當時回來部落其實在考慮說 我是要留在城市裡面還是要回到部落 那當時我是覺得說 部落是我的家鄉 那台東是我的家 所以我那時候就 工作就告個一個段落 就一攔決攔的 就回到部落 那回到部落說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是很忙來的 對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還好我先生他其實是 除了室內裝潢跟設計以外 他也會做一些其他的 像海邊的事業他也做 對 他其實是 也是一個就是 從小就是生活在這一塊土地長大 可是他對海域很熟悉 或許我們在就是 金錢上面或者物欲上面 當然沒有像城市裡面那麼覆蓋 對 可是回頭來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獲得的比那些就是 用金錢來買來的東西 還要不多更多 對 那其實我們當時就是 一個是現實 一個是生活 我們要去取捨 可是我們後來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是平衡 我們在這裡 擔白說我們小馬這邊 做民宿的都是外来外县市来的 都到我们小马社区这边 认为小马社区的风情非常好 因为被山面海 因此大家都纷纷跑来我们小马社区来设置这个民宿 它都是外县市外来的那些人 买了我们这边的地以后 他们就来造民宿 是这样子 刚才馆回来 非常渴望 unk 所以是 就是 跟我們一樣 八戰 以前說 啊 台北很好 我去去阿娘 他來去阿娘 跟班的阿娘 馬里等回來 沒有地方 所以 我一直覺得小馬 他的名氣應該是不下於大馬部落 你知道嗎 我在訪談的時候幾乎找不到 跟我年紀相當的那個 可以看到小馬 可以做訪談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 就會覺得這方面的落差 可能就是造就他實際上 很難去喚起年輕人的投入 尤其你在部落裡頭 根本沒有一些誘因 可以使年輕人回來的時候 而且要是他們肯回來 又要經過 是不是要經過一番 克服民心的那個 壁路蘭嶼的這種作為 地方方面的話 其實剛剛你也有提過 像說龍洞 水鎮 然後那一片的防風嶺的那個基石 我們那時候都跟法律有談過 所以我在結論的當中 個別有提到 提到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能夠超越組織的 包括我們剛剛有提過的 像說合作社的這種成立 但是這個合作社 是必須要有一種有監督的 有制度的 比較有完整的 不是到後來流落 流到一些 某些少數人的這些 手裡在支配的這些組織 我想呢 它應該還是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錯了 調整就好了 有些人是 啊 調整就好了 啊 你還要怎麼樣呢 對 我覺得那個堅持力很重要 對 對 布魯的心態也是一個 普遍大概都比較偏保守 我算是青壯人口之一 大概大五分之一 老人家比較多 目前我們也有一些在鄉的年輕人 對啊 但是有時候怎麼講 就是每個都有都有工作 嗯 所以可能有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協會啊 網上要開會啊 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光著急起來 就是很很很費勁的一件事情 當然啦 我剛上任的時候也是滿腔熱血 你看 但是你後面啊 就光開會一件事情 老是走不起來 後面就說啊 算了 就 水波逐流啦 就 反正就 就這樣子吧 那為什麼後來自己挑出來 其實也是 我附入一個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那這個階段就是我的 我已經結婚了 然後我必須要思考這個未來 所以我在跟先生在討論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說那我自己來開一間咖啡店 但是我已經在 在咖啡店已經工作大概十幾年了 當然是 最捨不得還是老人家 剛好嘛 十三個嘛 他回家 乾脆就回來 十三塊就好了 嗯 然後來 那樣子 那樣子就習慣了 乾脆 然後我先生本身就是一個 他是室內裝潢 他對於設計的概念 其實是還蠻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對 他在蓋這個的時候 就是 是用他的 就是他的方式去營造出這個空間的 做板都是用甲板 我只是把它加工用劈圖 劈過去之後再把它上漆 這樣一樣一體成型 整體都是一樣的顏色 這是我們做的那個 嗯 哇 好看 好看 是嗎 不弱啊 其實我也有問過 到底為什麼我們不要光光 然後他們其實很簡單的回覆 就是我們的生活品 我們只是要生活在這個不弱 我們不需要去過多的人 然後進來 對 因為他們就是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的人 其實是不清楚 就是並沒有要 我們要光光做什麼 對 對我們來講 其實有時候光光 其實我們看過那麼多的環 就是光光帶來的 它是很多的資源 沒錯 可是也帶來了相對的是 就是有負面的影響 對 因為我相信這裡的其實 人文是非常豐富的 而且它很多的地方都是有歷史的 只是它還沒有被看見 那至於要不要讓我們大家看見這件事情 還是很多部落人 還是希望是部落人去解定 透過一份研究 小馬部落社區意識 與發展觀光的論文 開啟了部落族人 社區發展協會 與東海岸風景管理處的 多方對話 也讓我們更瞭解 小馬部落的現況 以及未來所面臨的挑戰 期待小馬部落的族人 可以找出更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行走TIT 我們下一個部落見 每公司奔遙 文字幕蒲 提供